平常在家也就沒有家人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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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喝一下的那個 沒有 完全沒有 在家都完全沒有 憨厚就是內向這樣而已 一定要先把這個有危害的告知 一定要先告知那個來比賽的人 讓讓讓 而且什麼 多少酒精濃度那個 一定都要標示起情 讓山車人自己有個抵押 把外來的確 roll 就是 那一個 下面 說 抖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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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天有些人回家之後再出門了 因為他從新竹回來 他是禮拜五回來 禮拜五晚上回來 禮拜六差不多中午過後才出門 他應該有跟你說他出門來跟朋友吃飯 對阿 他每次都是跟朋友約阿 我也不會去問貨問說跟誰跟誰阿 你有沒有興趣阿 我知道他只有打電玩就不興趣 電玩阿 所以他朋友也是有 也是有 他網路上結交的地方 也是有 現在才知道 他多久的那一天 當天那幾個也是網路上認識的地方 喔 對 不是說平常就是很熟的嗎 應該不是第一次出來喝的 我是說他們結交是因為網路上認識的 那當天只會去那個地方 這個我也不清楚阿 其實 他 這麼大的 他自己都跟朋友約我也不會去管他 對阿 對阿 而且也不是第一次阿 已經 他就是去 有時候晚一點會回來 我是叫他 盡量叫他早一點 才12點前回來 可是 他有聽 可是就是有時候就偶爾都是會超過時間才回來 我有問過他主管阿 他主管是說 他 他講出來的人跟我 我認知我這個 不是一致的阿 不是 不會是這樣 對阿 平常也沒什麼不可能有酗酒的習慣阿 對阿 平常在家裡都沒有在 沒有沒有 對阿 小喝一下也沒有 完全沒有 在家都完全沒有 對阿 他沒有就是護理飲酒的習慣阿 沒有沒有 也不是很外放 對阿 因為他主管講跟我認知的都是一樣的 對阿 他就是 對阿 一定要先把這個有危害的告知 一定要先告知那個來比賽的關係 讓讓讓 而且什麼 多少酒精濃度那個 一定都要標示其中 讓 讓參賽者 自己有個底 不然如果他 他沒有那個 那我完全都不知道 那這樣 就為了那個 就是 就是會讓 就是 就會發生這種憾事 對 抱歉